山寨探望十六 想讓他做我的孩子 上 梁善廷1983年在香港出生 是家裏的獨女 他媽媽當時只有16歲 每日只顧著打麻將 爸爸經常不在家裏 1988年梁善廷5歲時 父母離婚 媽媽不知去哪裏 他的爸爸之後再婚 就再無理他了 梁善廷由祖父母 阿姨叔叔撫養長大 祖父母雖然悉心照顧 但他認為自己不受歡迎 得不到祖父母全心全意的愛 好憎恨家裏剛出生的小孩 認為會令他失去祖父母的注意力 見到祖父母抱著阿姨的嬰兒 他很生氣地拿著刀 想刺殺那個嬰兒 一年多太小 未成功 讀中學時 再婚的爸爸 開始探望梁善廷 雖然可以滿足到一些物質需求 但他一點都不開心 18歲時 一日懷孕 被男朋友拋棄 做過人工流產 梁善廷後來才知道 陪他做流產手術的閨密 就是搶了男朋友的人 梁善廷被規密背叛之後 不再相信朋友 對做人工流產 傷害胎兒感到內疚 之後 晚上都經常聽到 小孩的喊聲 認為被英靈摘忽 他開始有自殘的行為 例如用刀的手臂 中心不育之後 梁善廷在葵菜家樹木公司做文員 他身形比較肥 衝馬尾 但樣子情亦近人 2003年 在網上結束的男朋友 26歲的周文才 交往3個月之後 周文才說結婚之後會照顧他 兩個人在粉嶺花刀廣場 第10座16樓一個單位同居 2004年年初 兩個人結婚 梁善廷沒有多久懷孕 周文才摸他的肚子 感覺到有胎兒活動 這個時候梁善廷沒有再聽到 有小孩子的喊聲 認為英靈已經離開了他 兩個月之後 梁善廷流慘 周文才是家裡的獨子 他婆婆好想抱孫 梁善廷不敢告訴他 仍然假扮在懷孕 預產役到了之後 他才承認流慘 說因為沉迷玩電腦遊戲 導致胎兒不補 婆婆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馬上暈倒 周文才搬到媽媽家裡住 貼身照顧 梁善廷一個人在家 師前上後 認為周文才沒有履行婚前 承諾照顧他 小孩子哭聲 這個時候又來了 而且是兩把聲音 接下來幾年 梁善廷諮詢中醫 和苦科醫生 嘗試各種方法 增加懷孕的機會 為求懷孕 什麼古怪偏方都是 2007年10月4日 梁善廷的同事 何詠山懷孕 將超勝波檢查圖像 展示給同事看 何詠山說 她懷孕的是女性胎兒 梁善廷向何詠山祝賀 問了很多有關懷孕的問題 2007年12月 梁善廷跟何詠山說 自己也懷孕 兩個人經常談論代產 和玉兒的知識 梁善廷問何詠山 借助儲存超勝波檢查圖像的光碟 說要看一看 自己是否也要做超勝波檢查 2008年1月10日 梁善廷在親子王國 註冊為會員 名字叫做Minute Tang Tang 積極發帖是活躍的會員 1月12日 梁善廷腹部比較以前大 王志光醫生證實她已經懷孕 懷孕日期是2007年12月8日 預產期是2008年9月13日 超勝波檢查顯示是一個藍胎 2月梁善廷發現流產 她不想聽到醫生宣布未出世 小孩子死亡 沒有接受再一部體檢 沒有告訴任何人 仍然假裝期待新生命的到來 穿上托腹帶加毛巾 墊著肚子 令腹部濃起 梁善廷擔心家人 每天流產而責備她 面對第三次流產 她感到受傷和孤獨 小孩子哭聲 這時候增加到三把聲音 4月13日 梁善廷她快逃尾 將一支記憶棒插自助的照片訂購集 沖印了幾張櫻兒超聲波檢查圖片 用信任卡給錢 快逃尾跟她開張發票 梁善廷同時展示櫻兒超聲波檢查圖片 說預產期是2008年9月13日 6月5日 梁善廷向經理發出電子郵件 說在9月初會休產假 要由公司安排她的產假時間 即是預產期前2個禮拜 到實際產期後的8個禮拜 要求在8月30日開始休產假 梁善廷開始休產假之後 1年幾日用家的筆記保電腦 在Google搜尋關鍵字 9月4日失蹤人員 9月5日想懷孕 但很難懷孕 9月6日否復慘 否復慘方法 否復慘的優點和缺點 在什麼條件下否復慘 送貨上滿 在醫院出身證明 送針否復慘 1名次有過期商情通行症婦女 在屯門家中分娩 1個女孩在家分娩 將嬰兒拿到街上 97年4月7日晚上 接受否復慘過程 非常血腥 9月7日 關於失蹤人員的問題 肯定會在交貨後逢合 交付過程 勁記丁孫芝 即俗稱埋奸藥 送貨剪刀 在生下孩子時切下部分 9月8日 使某人陷入昏迷 過羅芳 引起昏迷 我想知道市房聞到很多稀釋劑 稀釋引起的昏迷 昏迷 從節油 丹塔 9月12日 下午4點41分 梁善廷在親子王國發出第42個帖 提系BB用品 我BB會在9月中出生 但因為我有太多BB東西 整間房都是 我自己一定用不完 我的東西通常都是初生東西比較多 還有網床、奶煲、啤帶 很多很多 對的就PM我吧 大部份都是全新的 因為朋友之前賣BB東西 現在收拾了 所以送了太多東西給我了 發貼後 有四個孕婦和梁善廷接合 其中一個懷有女嬰 一個還未足月 梁善廷認為不符合她的要求 沒有約見她們 剩下兩個有丈夫或親友陪同 順利地在梁善廷的家裏拿走物品 26歲的梁善廷懷上第一胎 預產期是2008年10月19日 上網時 翻譯梁善廷在親子王國發帖 9月16日上午11點30分 阿玲和梁善廷取得聯絡 梁善廷說自己預產期兩天之後 問阿玲是否懷了男胎 想去什麼 阿玲說照過超聲波懷了男胎 選入了兩代嬰兒用品 包括衣、氣、奶瓶 兩人約定下午5時 在粉釀花刀廣場見面交收 梁善廷隨著在Google搜尋 導致昏迷、雜頭、哥羅芳 打人頭真的會昏迷 我的女朋友有流產了嗎 屎人陷入昏迷 什麼藥讓人昏迷 哥羅芳酒精和石納分子的大小 如果一個睡得肯香的人 碰巧聞到哥羅芳 他或他會昏迷嗎 新界那裡可以買到哥羅芳 我需要細節 下午5時 阿玲去到花刀廣場 拿到兩代物品 梁善廷說去了一張嬰兒床 問阿玲要不要 阿玲要看是否合適才決定 之後跟著梁善廷回家 梁讀嬰兒床尺寸後 可以為合適 說回家放了兩代物品之後 再回來拿嬰兒床 阿玲打算離開一陣 梁善廷說她的背部腰部腹部都有些毛病 有些部位自己按不到 邀請阿玲幫她按摩 阿玲頭頭報你答應 梁善廷拿了一個便攜式的電動按摩器給阿玲 兩個人坐在廳內的梳化 阿玲和梁善廷按摩背部和腰部 過了一陣 梁善廷說阿玲按出了月位 站在身上 拿著按摩器在廳內四圍走 一邊發出說說和嗚嗚 痛苦的聲音 面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阿玲建議她叫救護車 梁善廷走到阿玲的背部打電話 梁善廷想用按摩器擊暈阿玲那一陣 阿玲剛轉身 按摩器打中她的右肩 梁善廷和阿玲道歉 說一天太痛 拿不到按摩器才打中她 阿玲去廚房倒了杯水給梁善廷喝 兩個人坐在沙發那裡聊天 梁善廷說剛剛打九九九 但沒有人接聽 阿玲建議梁善廷聯絡家人回來照顧她 梁善廷說她的丈夫通常在晚上7點回家 現在已經6點45分 希望阿玲再坐一陣 陪她直到丈夫回家 梁善廷這時候又露出痛苦表情 阿玲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 減輕痛楚 拿起一本玉英書 和梁善廷讀出一篇文章 之後一齊看電視 一齊聊天 阿玲和梁善廷說 感覺到一個寶寶在她腹部成長 這時候 阿玲的胎兒踢了一腳 她就叫梁善廷摸開腹部感受一下 晚上7點30分 梁善廷的丈夫還未回家 阿玲建議梁善廷坐的士 去威爾斯親亡醫院檢查 梁善廷同意 說拿了私人物品就去醫院了 剛剛站在身就叫痛 站不穩 阿玲扶著她不斷安慰她 梁善廷用按摩器的電線 繞著阿玲的頸 阿玲高呼 你快來勒死我了 用腳踢和用口咬梁善廷 梁善廷仍然不放手 阿玲掙扎一番之後 最終失去知覺 梁善廷的丈夫回到家 發現阿玲 躺在廚房廚櫃的爐座下 黑色連衣裙拉到腰間 腹部流血 立刻報警 救護員發現阿玲昏迷 仍有呼吸和密搏 肚致下方的腹部被撤開 有一個長4到5吋傷口 傷口是由鋒利工具造成的 可以見到黃色的脂肪 有些血 內臟未流出體外 頸上有一吋5到6吋長的淺紅色辣痕 嘴上有些血和腿液 眼睛紅腫 救護員處理阿玲的傷口 給藥是去吸 送到醫院搶救 當時處於危急狀態 醫生發現阿玲身體多處受傷 口皮約10厘米切傷 決定替她否復散止 藍鷹叫蕭紫陽 當時只有37個星期 單下一陣 體重只有2.3公斤 由於母體鼻勒頸窒息和腹部嚴重受傷 藍鷹子宮缺氧 移至大腦受損 身體呈藍色 心跳每分鐘達到100次 呼吸勤難要插喉 腦部毀缩缺氧 主要到身身重症監護室 梁善廷身上亦輕傷 由同一部救護車送院 因為救護員問她 阿玲為何受傷 梁善廷就說 阿玲用她的切餅都割傷了自己 向救護員聲稱自己已懷孕了39個星期 為與梁善廷檢查 發現她沒有懷孕 身體部位有各種乳傷 擦傷、壓痛 符合曾經參與激烈鬥爭 阿玲清醒後 和探亭講出案發經過 探亭調查後發現 梁善廷在案發之前幾個月 一直堅稱自己懷孕 但案發時沒有懷孕 10月17日凌晨 梁善廷在探亭警戒下 堅稱阿玲用她去切餅刀 切曲奇餅一陣 身體突然抽筋 用刀刺向自己腹部 探亭在梁善廷住所搜集證據 在廚房地上檢測一幅18.5厘米 染血的切餅刀 在梁善廷的筆記簿電腦裡 發現關於令人昏迷 或複產 這些關鍵字的搜尋痕跡 在梁善廷辦公室 搜出21張 胎兒超聲波圖像